请接着 春日香特色农业物产馆 即推广教育中心正式接牌启用 未来将成为部落族人产业交流 教学训练 集货运销跟串联精进的基地 也提供外来游客学习排湾族传统文化跟产业的场域 对物产馆在地族人都很期待 当然是期待非常多 就是至少带给我们春日香这些小农的 那个农产品的一个行销的窗口 我们的客户一吃了 他一定会介绍更多的游客 那将来整理了以后 我相信我们的货量 我们的销售量会更多 我们的农民会收获更多 春日香近几年积极推动山芋 芒果 咖啡跟有机蔬菜四大特色农产 随着大众消费习惯改变 产业也必须多元经营 因此向农民会申请产业创新价值计划 希望以农业升级及友善环境耕作理念 带动排湾族农业文化景观的永续发展 除了网络农场做起来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春日豪评的一个APP 我们也把它建立起来 再来就是我们的产地的行销 产品的行销 还有我们所有的产业的价值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物产馆 我们从111年开始到114年 也有4年的计划 叫做多元产业行销2.0计划 我们也期待新的计划 报到原民会 透过宪政五来申请 乡公所期待借由物产馆 扶植在地产业聚落 辅导族人进行全乡性资源盘点 并与异业合作 让乡内产业迈向新的里程碑 原新闻巴浪 屏东春日 想不到 想不到